我們常常說台北居大不易 其實我想不只在台北 在整個台灣居可能都不太容易 因為台灣畢竟是一個地小人愁的地方 同時我們的氣候上面 比較潮濕一些些 所以在居家住屋 常常也都會面臨比較炎熱 通風或者是潮濕的問題 但是呢其實每個人都希望 自己不管是下課或是下班回到家 都是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所以呢怎麼樣打造出一個 你覺得你想要住一輩子的家 而且你也覺得每天回到家 都有很溫暖很放鬆的感覺 這個是每個人心中最大的課題 當然現在也非常流行居家DIY 可是怎麼樣DIY才真正能夠 符合你的住宅需求 今天呢我們透過這本書 想住一輩子的家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不管是裝潢上面設計上面 或者是你的居家生活上面 可以特別注意的地方 一起來歡迎這本書的作者林戴玲 哈囉戴玲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戴玲 其實我覺得 像你自己本身就比較有研究 這個居家裝潢 或者是設計方面的議題 事實上我剛剛說的 在台灣真的 大家居住的環境跟空間 很常面臨到就是潮濕的狀況對不對 這個是台灣在居家空間的設計 或者是改造上面 必須要面對最大的問題嗎 對 因為其實我們是個潮濕多雨的國家 所以我們幾乎你看 美雨季節 然後到了冬天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下雨 像上禮拜也是一直下雨 所以潮濕 然後到了夏天的時候炎熱 炎熱尤其是面西南 南面 那有的是在東側 它都會有一些冬曬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炎熱跟潮濕 就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那包括說現在在都市的地方 因為住宅區實在太密集了 有時候包括新鮮的空氣 通風這些都是要面臨的考驗 所以其實像現在一般很多人 因為畢竟這個 都市發展到了一個階段 或是說居家的建設到了一個階段 每個人都開始希望居家 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整修 或者是變化 對 然後現在其實DIY的風氣也很省 可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的家也是有 一點點辦DIY的形式 我會覺得說 台灣這樣子的慶候形態 已經是居住上面有很多面臨 面臨很多問題需要去調整 如果你是不專業的 辦DIY形式去做的話 沒有做好 事實上會面臨更多更大的問題 所以一般你現在看到很多 自己想要去DIY的人 他們會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我建議大家就是盡量 就是評估一下你住的地方 包括你租的 或者是你真的已經住在那邊 或者是有很多是周廚 像這樣子的房子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 我會建議你先從結構開始去評估 因為有時候很多人想說 我覺得這個柱子好像有點礙眼 我就把它打掉 可是你不知道它可能是 很關鍵的結構柱呢 對 所以我一定跟大家講 你今天要改造你的房子 老屋 結構是必須要去考量的 不是說牆你愛打就打 創你愛開大就開大 樓梯不能要改就改 那都要請那個土木結構技師 或是結構技師或土木技師來評估 那第二點 就是剛剛講的 臂癌的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老房子 它如果你臂癌只是 看到它有一點點黑黑的 你就假裝沒看到 用那個壁板有沒有 就把它貼起來 或壁子貼起來 那只是視而不見 但是它會慢慢擴張擴張擴張 所以它會影響到你房子的安全性 跟健康度 有些屋主他剛裝潢的時候 他是大概花了一百多萬 去裝潢他的室內 可是他臂癌他就說 我用那個細酸蓋板 把它蓋起來就好 眼不見為盡 對 結果你知道嗎 住了六個月之後 小朋友開始咳嗽 沒有人知道以為是感冒 可是後來一直追根就是 因為最後連屋主 全家人都一直咳 那是那種過敏的 才知道說原來他那個臂癌 影響到他的那個壁板 然後他前面的衣櫃也被破 也被破那個潮濕發霉了 所以這就是臂癌是第二 第二件老屋一定要去處理的事情 這其實我覺得臂癌 它有時候是小事化大 對 無事化小小事化大 就是你如果要用 眼不見為盡的方式去處理的話 它事實上反而只會越來越嚴重而已 對 那很多人都以為說 防水層很有用 但是其實你看每年都要做保護層 那倒不如說你一開始就把你的倒水 排水先做好 有很多他說 我們頂樓壁還怎麼弄都弄不掉 我就後來幫他們做說 那你就用一個鐵皮的部分 或是側面你可以用壁板的部分 外遮的 外遮的那種不鏽鋼的壁板 這樣都可以避免那個水 直接滲到它的室內這樣 所以其實DIY真的不能亂做 就是你要先做很多的功課 然後有一些基礎的東西 你其實要有一定具備很基本的一些知識之後 你才能夠動手 不然一旦做壞了 你還不如不做 對 沒錯 然後除了DIY之外 我相信現在有很多人 他們可能是自己找設計師來跟設計師做溝通 我覺得這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事實上人跟人之間的溝通本來就很困難 然後我發現很多的裝潢糾紛 都在於設計師跟屋主本身 他們可能對事情的想像 沒有那麼的周詳 就是溝通的整個程序上面也沒有很周詳 然後設計師有設計師的專業 所以你們是不是也會常碰到一些屋主 或者是一些平民老百姓 可能他們會有自己對房子的想法 但是卻欠缺一些基本認識 而導致於外行領導內行 其實我會 因為我有出一系列的書 所以基本上會來找我做設計 或討論的讀者或屋主 他們已經有一點點概念了 但是我還為了要非常具體化 他們的想法 避免所有的糾紛 我會列出大概10到20個問題 然後請他們回去好好思考 說我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因為有太多屋主他被 市面上那種 是不是很方法 樣品屋 對 樣品屋 給迷惑了 對 漂亮漂亮 對 但是他並不知道說 其實那後面要花很多成本 或維護的方式 那我其實還滿喜歡 就是推崇 就是簡單簡單再簡單 就是說 包括說 盡量不要做很多天花板 壁板 除非真的是必要 不然我是覺得 然後只用局部的家具 局部的裝修 把一些需求做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大家在要改造自己的家 或者是希望你的家 能夠成為一個住一輩子的家的 這個同時 你其實要盡量的多搜集一些資料 多看 然後不要只是憑想像 或者是只是憑建商廣告 或是DM上面 漂亮的那個照片 覺得說我就是要做成這樣 對 我要再強調一下 就是那個 預算也很重要 對 你的預算很多少 然後你不一定要說 我一定要做什麼風格 像現在大家都太想說 我要住在什麼希臘風 或者是鄉村風 可是想想看我們是台灣人 然後我們是不是要有自己台灣的風格 那而且你這個屋主跟這個屋主又完全是不同個性 你是不是要擁有屬於自己的風格 所以我一直不會想要強調說 去Follow別人 因為我們不是英國人 我們也不是什麼歐洲人 對 我們就做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那我覺得是最棒的 對 其實鄉村風它很適合一些民宿或是咖啡廳 可是當作住家的話 你要想說鄉村風它就是比較雜貨型 你走作型的 對 可是台灣這麼潮濕 它真的適合很多的雜貨或是手作物放在家裡嗎 也許不一定 對不對 對 所以自己要考量一下你的居家環境 還有氣候的型態 可能會比較符合你未來 因為今天我們主題是想要住一輩子 對 那有一些比較短期的 你可能覺得這個裝潢好 但是如果以長期來講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點麻煩或者是後悔 或者說會過時啊 對 那其實我們講到想住一輩子的家 那我戴林在書中有提到一些滿嶄新的觀念 比如說 首先你在書裡面有提到 現在很流行的老屋改造這件事情 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老屋很麻煩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老屋它一定有了年歲會有必癌的問題 對 然後再加上有一些老屋的建材 多半是木座的 木座你要重新去改整個架構 或者是重築 腐蝕這些事情的時候 要處理起來就滿棘手 可是事實上老屋如果改造得好的話 新舊之間它可以達到平衡 甚至還可以達到節省建材的概念 所以其實老屋改造 它現在也是一個趨勢對不對 對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我個人 我很喜歡老屋 因為老屋的那個空間感的比例很漂亮 早期老屋不像我們現在很多都講 那什麼挑高小豪宅對不對 對 我們之前那種都是狹場的 然後它在中間你可以開一個天井 讓陽光進到室內來 那或者是說老公寓也一樣 老公寓的高度通常也是沒有很高 可是你會覺得說 那裡有點像很窩心的感覺 那其實基本上老公寓在裝修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是公寓型的話 就真的比較要注意 一來你要評估說 它以後會不會有杜根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那個整個公共環境的 尤其是樓梯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高齡化的時代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住一輩子的話 其實在領導的考量也是要注意到 所以我現在接很多都是 連動那種老透天 老透天的話 他們就會在一樓先預設那種 長輩房或孝親房 那將來也可以設計無障礙空間 讓它可以從馬路到路上都是 一路順長這樣 我覺得從設計師觀點來看 一些格局的問題 就會跟我們不太一樣 像我們怎麼會覺得狹長型 是一個很漂亮的格局 真的 對 但是我知道帶領講那個 因為以前的老屋 它就是為了要開天井 讓陽光還有空氣自然進來 對 然後一落一進一進一進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會覺得說方正 大家都喜歡方正 事實上我懂帶領講那個狹長型的漂亮 因為它是層次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 現代人可能 現在人可能都喜歡方正 覺得說這樣好規劃好隔間 但是因為長型的話 它會有不一樣的層次感 甚至你在做整個流動式的 汽流的時候 你們設計師會覺得 這樣子是有發揮空間的 對不對 對…你剛剛講到那個隔間 我就很感觸 你知道嗎 從20年前到現在 那個傳統的隔間 都是所謂的三房兩天對不對 對… 那如何竄起這三房呢 就是用一個走道 你知道那個走道 占用多少空間嗎 其實我很推崇那種 雙動線的概念 就是說 今天你這個餐廳 書房 它其實都可以是 合併在一起的動線 你不用再多設一個走道 那個走道可能在台北 它可能價值是三 四百萬 對…寸土寸金 它就只能當 一直當走道 如果你可以結合走道 跟你的空間屬性 只有房間是獨立出來的 那你就多賺了大概四五平的面積 而且你也會讓你家整個視覺 是很開放式 簡單來講就是 少做牆跟 盡量不要隔間 對… 除了臥室的部分隔間起來之外 可以比較有開闊的感覺 這其實好像也比較歐美式的概念 對不對 然後它就很順暢 你會覺得很方便 其實在帶領書裡面 有很多關於老屋改造 非常好的例子 其中有一個例子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好像在看 類似那種日本節目 就是有改造前 改造後 然後你會覺得是 完完全全不一樣的兩個家 但是事實上這真的是有可能的 帶領書中分享這個 All New House 它其實格局也是 講到格局 就我們剛剛說的 是絕對大家都不喜歡的格局 因為它剛好在一個道路的交界處 所以它的房子 其實是一個三角形的 它自己不狹窗也不方正 它是三角形的 可是這個房子其實你們在改造的 整個狀態之下 也有發揮它可以運用的空間跟範圍 對 這個All New House 它基本上是我一個設計師的朋友 他做的 然後他把它克服一個問題 就是說之前的屋主 它開始只是買那個三角地而已 對 可是後來隔壁要賣 於是它又擴張出來 但還是三角 還是三角 只是變成一個扇子 比較大的三角而已 對 所以它那時候他們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 原本before的樣子 是非常的 怎麼講 對 就是那個 因為女主人很擔心說 因為兩邊都是路 然後她就很擔心 有人會看到裡面 所以她所有的窗都貼報紙 然後常年都不開窗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裡面那個空氣是很凝結的 而且很陰暗 對 然後雜物很多 那它一開始 它的客廳的路線 是在那個三角尖尖那邊 後來把它移到比較寬闊的地方 整個那個格局大扭轉 其實他們一開始就是 房間太多 我最近真的接到很多案子也是 他們家可能有八個到十個房間 但是 真正在睡的 在住的 只有三間 其他七間都堆雜物 所以你剛剛看到 before那個圖 為什麼那麼可怕 就是因為 太多雜物 對 大家捨不得丟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今天 因為大家都高齡化少子化 然後他們的孩子也都長大了 最多就是定居在裡面的 就是三個人 你如果把雜物清掉 那些空間整合起來 你會過得非常清爽 對 而且其實 我覺得像Onew House它 不得不講一下 Onew House的主人爸爸 裡面的這個一家之主 他有一點點也是我們剛剛說的 喜歡自己動手改造 對 可是有時候你自己動手改造 你如果沒有一個很健全的規劃的話 就會像我們看到照片一樣 很多的雜線 那個線材全部都外露 然後電線全部都在外面 事實上它就讓整個雜亂的視覺 又更加重了 對 雜線 然後自己坐著盯著木框 對 然後還有排水 然後樓梯歪了 還自己加木板沈上去 所以你看好仔細 很糟糕對不對 對 因為我後來看到很多屋主 他們比如說漏水好了 屋頂漏水 它既然我看過最誇張的是 它漏水在屋頂尖尖那邊 它就接了一個排水管 然後這邊一個水桶 所以它家有個管子這樣下來 對 就這樣穿過它的那個 整個空 這樣不是很醜嗎 對 然後可是為什麼可以忍受 就是我覺得那個其實你只要 就是痛下決心 先把雜物先收好 然後你引擎專業的人 幫你整個拉直 然後抓漏 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忍受了 十幾二十年 其實我必須說 為什麼前陣子大家要強調那個 斷舍梨 對 很重要 不是說我家很多東西說我要怎麼收 而是說我要怎麼去捨棄他們 然後我要斷 就是說我要避免新的東西再進來 這是很重要 因為我看過很多屋主 它在充滿雜物的地方生存 它會變得比較精神上 會比較萎靡 然後比較緊張兮兮 然後房心很重 它自己就不快樂 有一個最誇張是 它只剩下一個它睡覺的人形空間 然後其他圈都是雜物一路堆到天花板 那你覺得它在裡面會快樂嗎 沒有辦法施展 對 沒有辦法伸展 所以你在空間上 在心底上 你都是一種壓迫 最多老屋碰到的問題 真的就是雜亂這個問題 格局倒還是其次 對 我們先把雜亂清掉 然後濕氣的部分 盡量再去做一些小細部的釋放 事實上整個老屋 它就可以呈現一種比較新的氣象 然後再結合上老屋本來有的一些地板 瓷磚啦 瓷磚啦 就非常有味道了 那除了像老屋改造之外 我覺得我們碰到很多 當然真的就是最開始 我們節目最開始講的 潮濕這個問題 所以說你在居家的部分啊 你怎麼樣去把陽光引進來 你怎麼樣把濕氣排出去 是很重要的 然後你把陽光引進來的時候 事實上呢 戴琳在書中也有提到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我們把做家室的空間把它放大 你一定沒有想到這一點 就是做家室它是一個好煩人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的曬衣場還要做這麼大 為什麼我們的洗衣間要做這麼大 我不如把臥室做大一點啊 其實你把你的洗衣場曬衣場做大 把你做家室的空間放大 你也會覺得住起來 又很耳目一新的感受 等一下再請戴琳來繼續跟我們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你的家是你想要住一輩子的家嗎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家 是住一輩子的啊 因為我們又不是炒地貧對不對 我們也不是說要靠賣房子來賺錢 所以當我們買下一間房子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就是投注了所有的情感在裡面 希望我們可以跟這個房子一起共度 對 共度我們一輩子的時光 所以說在整個你自己居家的規劃上面 我覺得你要把它當成是自己的小孩一樣來 小孩子成長的每一個步驟 他的功課你都很在意 然後小孩子他的每一個學習 你都非常的關心 那自己的居家也是 然後其實我覺得在帶領書中喔 除了分享很多案例的細節給大家認識 還有了解之外 有一些很大很重要的觀念 真的是要跟台灣的朋友們一起分享 因為我覺得台灣大部分的 新一代的年輕人可能好一點 長輩們啊就是喜歡像帶領剛剛說的 房間多一點 對 空間盡量隔出來 走到小小一條這樣子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喔 這樣子的居家空間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對 所以在帶領書中有提到很多新的觀念 譬如說你的隔間可以坐大 你有些空間可以坐在一起 然後 然後坐家室的空間 請把它規劃出來 對 什麼叫做坐家室的空間 其實想想看 我們平常坐家室包括哪些 就是煮菜 然後洗菜 洗衣服 量衣服 對不對 幾乎每天都在做 如果你今天是有 還要包括有家人住在家裡長期的話 你是早中晚餐都要煮耶 對 對 所以根據統計啦 每個人一天大概 就是一個在家坐家室的人 他一天大概花2.5到5個小時 這樣長的長時間在做家室 比看連續劇的時間還要長 對 對 那你看喔 我今天每天2.5個小時到5個小時 我要重複在那個空間做東西 那你是不是要對他好一點 因為他做家室他是為了全家人 對 我為了全家人煮飯 我為全家人洗衣服 可是我卻在一個最陰暗 或者最炎熱的鐵皮搭建出來的小角落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太多屋主他們之前的廚房都是這樣 對 尤其是那個一樓的公寓的一樓 或者是透天 聯動透天的一樓 他們都是很習慣在後面 把火箱那邊有沒有 搭建一個鐵皮出來 然後你的廚房就在那裡 對 尤其是很多比較是 因為我住三峽 然後我們那邊很多傳統的老房子 其實通常你的地皮都是前院後院 然後最常碰到的狀態 就是很多人把後院打出去 然後後院那個短短小小一條的地方 就把它做成是廚房 對 那你想想看 他在努力為全家人做菜 可是陽光這樣照下來 然後通常 像我小時候 我媽媽也是增建出來的那個空間的廚房 然後他每次炒好菜 他叫我去拿的時候 我都很不甘願 因為只要你一進去 就是高達四十幾度 我想說為什麼他可以忍受呢 就是為什麼要那麼熱鬧認嚴 那現在因為你全高漲 加上說其實做菜也 其實我滿希望是全家人可以參與 對 因為有時候是媽媽在那邊做菜 然後小孩子跑去看電視 爸爸在那邊翹腳看報紙 那你會覺得媽媽很可憐 你知道他又不是庸人 對 那如果今天 我會提倡把廚房做大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大家一起參與 那媽媽在做菜 也許小朋友可以在旁邊幫忙挑菜 或者是說小朋友不想幫忙做家事 那他還寫作業好了 至少是他在你旁邊 你可以看著他 不用擔心他在那邊玩的時候會受傷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你看我們一天用餐的時間 就是全家人唯一相處 相聚在一起的空間 那你廚房跟餐廳做得很舒服的話 大家就不會說把那個飯盛一盛 就跑去客廳看電視的 對 那我覺得客廳 大家會一直覺得客廳要做很大 要砸最多的錢 那他們的理由主要都是說 那今天客人來我家做客的時候 才會有民主啊 對不對 可是客人可能一個月 你才招待一兩組客人而已 一年才來一兩組 一年好不好 一個月一兩組還算是人員 好 現在誰會願意誰來我們家 對不對 我們都是到外面約餐廳 對啊 那你請問一下 你在客廳看電視的時候 你會去看旁邊的view嗎 你把客廳設計在view最好的地方 根本就是浪費 因為你只是在看電視而已 你view最好的地方 要讓給坐家室 然後一起用餐的空間 而且我講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講坐家室 假設它是一個工作好了 今天我們在辦公室工作 我們也希望我們辦公室的環境是好的 我也希望我辦公桌上面擺一些小職災 或者是有一些小裝飾 那今天如果你在家裡 比如說爸爸的工作室 或是爸爸的書房 其實也都會把它佈置得很好 因為他可能在裡面工作 或者是像我在裡面寫作等等之類 那媽媽其實她在廚房 或是在洗衣場曬衣場 她也是在工作 對 那就像我們在工作 我們希望工作環境好一樣 其實不管是媽媽 或者是媳婦 或者是任何一個人 在工作的時候 她也希望環境是好的 好的 我前兩天還又把那個 之前有一個很紅的輕功劇 你知道嗎 我又把那個劇 因緣際會之下 又轉到又看了一次 裡面有一個地方叫做盛行寺 所謂的盛行寺 就是受罰的那些太監 工女 就會被送到那裡去做苦行 然後很陰暗 很濕 很熱 我就想到妳剛剛講說 那個很 在苦行 很熱的廚房 很熱的廚房 然後都不通風 然後油煙都起來 很擠很小 然後媽媽炒個菜之後 還要默默地轉身說來端出去 那就叫做盛行寺好不好 真的好可憐 而且有的是住在公寓裡面 然後她廚房沒有在最後面是沒關係 可是她是把它放在自己獨立一間 然後媽媽要炒菜 結果拉門就要拉起來 她一個人就在被油煙這樣 一直燻一直燻 這樣也是很慘 那其實包括曬衣服好了 曬衣服 通風 採光都很重要 因為通常媽媽在曬衣服 或是收衣服的時候 她大概會花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時間 那這時候 如果她有充足的採光的話 一來衣服容易有消毒殺菌的效果 二來是每個人 一天至少三半個小時的太陽 是可以對身體很好的 那現在大部分 如果你住生起來 應該有注意到 很多衣服都晾在那個 防火箱的上方 就是一樓是廚房 二樓是曬衣的 台北市很多公寓也是啊 就是都是那個後面 廚房在後面 開了一個沙門的廚具之後 有一個小小宅 其實很宅陽台 陽台 小陽台 然後人家隔壁的油煙 就這樣一直往你的衣服 這樣一直噴 那這樣子有比較好嗎 所以其實這個觀念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轉正 事實上 我們先講廚房這一塊 廚房跟客廳 還有廚房跟餐廳 它結合在一起 在西方的或者是像美國 因為他們當然地比較大 可能大家會說 他們地夠大 房間夠大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可能跟飲食也有一些關係 因為當然我們台灣人 比較多熱潮 所以可能有油煙 早期就會希望說廚房是隔開 那個油煙不要影響到客廳 或是家人 可是其實因為現在 現在時代在進步了 我們也慢慢輕食了起來 因為西方他們可能就是做沙拉 或是烤 用烤箱來烹飪 他們比較沒有油煙 但因為我們現在飲食習慣 也可以朝向少油少煙 像我也是水煮 對 也是水煮 所以事實上 是可以往把廚房的空間 做開放式這樣子的角度去走的 而且現在抽油煙機非常進步 就是你即使你在開放式的空間 有一種控油煙機是 它在抽的時候 旁邊還會有一種 用氣體營造出來的牆面 這麼先 對 這我就不知道 所以你已經吵說 你其實有個透明的牆 幫你隔開 但是你視野還是可以看到周遭 所以其實這真的不難 不需要說你們家有很大的品數 對 真的不用 而且我覺得一個家 我寧可不要有客廳 我也要有廚房跟餐廳 在大林的書中有分享一個 YS114House 這個居家改造 它其實就把整個廚房 還有餐桌的動線 是做在一起的 然後包括它廚房裡面的動線 也有規劃 是先從冰箱開始 然後到洗手台 然後琉璃台出力的 然後再炒菜 對 所以基本上 廚房的動線 如果你沒有做過菜 你還真的不會設計 我想說以前為什麼餐廳 冰箱一定要擺在琉璃台旁邊 我現在知道 因為我把菜拿出來之後 一定要馬上放下去 不然會滴水 對 然後現在有一些設計也蠻聰明 就是他們一戶人家會有兩個路口 一個是從正常的起居室 另外一個就是從廚房進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可以去偷東西吃 就是媽媽在做菜 就進去黏一下 也許是一種 也是一個方法 一個目的 它主要目的就是 你去菜市場買菜回來 不是水會滴滴答答的 那你如果從客廳 一定從那個地方進去的話 就會漲漲 對 它就從另外一處這樣 簡短那個水會滴在地板上的時間 就直接 對 直接到廚房 對 所以其實Y214house這個案例 他們一剛開始的廚房 也不是這種 他們一剛開始就是坐在一起嗎 在設計上 他們之前是一個老屋 然後改造的時候 就把這個空間 整個重改 沒有做隔間就對了 對 然後除此之外 他們的洗衣曬衣場 真的也是做得非常大 然後採光是很好 採光真的非常 採光真的非常 其實要是我在住在裡面的話 我也會很想 每天在那邊洗衣服曬衣服 因為他們本來那個 最好的那個空間 是留給視聽室 就是因為視聽室覺得說 一定要在景觀最好 最享受的地方 對 可是想想你在視聽室 你主要看什麼 看電影嘛 對啊 然後你所有的窗簾 都會拉起來 因為要隔光啊 那你覺得這樣還浪費嘛 所以後來就改成說 曬衣空間 剛好把它設計在這個 Viu最好的頂樓 那它分為室內曬跟戶外曬 它有一個露天陽台跟室內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開窗 全都是迎向它的西南側 所以西南風這樣 遠遠不斷地吹的時候 基本上它衣服一天就會擀掉 而且坐擁 對 坐擁 坐擁 遼闊的景色 坐擁 山水色 對不對 對 但你在書中有想到說 他非常喜歡坐擁這兩個字 可是很少有機會可以用到 因為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坐擁 坐擁 這樣遼闊的山姿 平常是只有坐在那邊 然後趕快工作這樣 沒有擁 對 這是建商的詞彙 但是今天其實如果你願意 而且我覺得大家不要想說 我那麼大的空間 然後整個這樣子採光很好 然後做全片玻璃 然後風進來 我把它留給曬衣服多可惜 事實上那個空間 你如果做成木板地板 對 不曬衣服的時候 他也可以當客房 或者是也可以當小朋友遊玩的場所 他那時候就是 做那麼大原因 就是媽媽要曬衣服的時候 小朋友就上來寫作業了 因為小朋友很皮啊 他怕自己在那邊玩會受傷 所以他前面那個空白的那個木地板 他真的很有彈性 就是小朋友可以在旁邊寫作業 或者是今天人多來參加派對 那邊也是一個參加派對的空間 或是你可以放一些痘袋啊 你在那邊慵懶的看書 也是可以坐擁山青 你幹嘛那麼強調坐擁 然後堆積木啊 因為我覺得坐擁這兩個字 真的很豪華 很奢靡的感覺 但其實喔 我覺得只要你設計對 你不用花大錢 你一樣可以坐擁 對 真的 所以不是只是一個 建商的文案詞彙而已 它是真的可以 落實在你的生活當中的 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 分享了兩個觀念 第一個是老屋改造我 你應該要先做好斷捨離 然後呢 你可以多做一點功課 不要自己去用那些管線 或者是去把東西藏起來看不到 這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就是 每天你做家事呢 該有的空間 我們要把它規劃出來 因為其實有時候做家事 比你看視聽室 看電影的時間還要多 所以呢 其實盡量讓做家事的整個空間環境 是愉悅的 另外第三個喔 其實就緊扣著帶領今天的 這本書的主題 要住一輩子的話 那麼呢 你就要讓你的居家空間 是從小小孩到大大孩 就是到長輩 它都可以非常順暢的利用 然後呢 等於算是無障礙的空間 所謂的無障礙空間 不是只有針對老人或是長輩喔 事實上小朋友 或者是說我們這種 中年人 對不起喔 少女 沒有 我跟中年 少女 我中年 少女跟中年人也可以適合 像這樣子的通用住宅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什麼叫通用住宅呢 待會兒來跟你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今天跟大家分享想住一輩子的家 既然是一輩子 那就是零歲到一百歲 從零歲到一百歲 都可以住的房子 是什麼樣子的房子呢 是不是一剛開始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各年齡層的需求 都規劃進去呢 事實上這樣子的概念就是 現在我們常常講到一個名詞 叫做通用住宅 那很多人會覺得通用住宅 就是高齡化住宅 或者是身心障礙住宅 因為我們要做無障礙空間出來 可是事實上通用住宅的定義 不應該只是這樣的 對 其實通用住宅它有幾點啦 就是第一個它永續 第二個是簡單 第三個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不論是你有沒有身心障礙 或者是你就是 因為我們平常看起來 我們都是走路 就是可以 可以上下樓梯 對 可是有可能 偶爾會跌倒或是扭傷 那你還是會有需要 那種無障礙的動線的一陣子 那包括說其實 我會一直很鼓勵大家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 真的有機會要改造 或者是建一個自己的家的時候 你一定不論怎麼樣 很多長輩反對 你一定要先把無重 就是把那個通用設計的概念 把它加在你那個 現在正在改造 或是在蓋的家 對 因為那個絕對 只有幫你省錢 而且讓你更便利 而不會說讓你覺得 將來還要另外怎樣這樣 它其實也不用花很多維護的錢 就是包括說 比你那個平常的那個地板 把它弄成比較容易 不會那麼滑的 然後階梯之間 尤其是入口 馬路到入口到家裡面 那個都是要有斜坡搭配的 這都是基本可以做到的 先做 不要說我現在很年輕啊 我根本不需要啊 等到你老了 你知道嗎 那個輪椅啊 只要你那個窗 就是現在不是很多 從外面進去都會經過門框嗎 對 門框或者是落地窗框 它只要兩公分喔 兩公分的 你自己就沒辦法用輪椅 進到室內去了 你必須要有人推 那今天如果那個拐壓再高一點 五公分 就算連看護幫你推 他也推不進去 他必須要把你整個人抬起來 這樣跨過去才行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你先為你的未來先著想 不要等到老的時候才重新 還有一點就是說 人家在日本就會強調說 你從40歲就開始做自己老後的住家 40歲喔 為什麼 他說當你在年輕的時候 你就習慣所有的動線 包括開關的高度 床的高度 然後走道的寬度 你都先適應好之後 等你老了不用重新適應 現在我們國內就是有一個狀況 就是老人家到了90幾歲 他沒辦法照顧自己的時候 他被迫每個月要到不同的兒女家住 那有的兒子女兒是住公寓的 有的住透天 有的住電梯大樓 他每個月都是一個考驗耶 他半夜醒來要上廁所的時候 他想說我現在在大樓還是透天 那那個開關在哪裡 然後廁所在哪邊 對啊 那你不覺得一來沒尊嚴 二來就是沒有屬於自己的空間 你很難安心 對 所以其實當然啦 我們講說通用住宅 它有很多部分是幫我們自己做準備 或是幫家中的長輩做準備 可是我覺得通用住宅 它更好的一個名詞或是定義 應該是混齡住宅 對 就是說全部年齡層的 包括你自己長大 或是你自己變老之後 他也都可以住 另外我覺得通用住宅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概念呢 它是一個家庭的概念 也是一個私人禮遇隱私的 保護的概念 就是通用住宅是希望 融合共有跟自由 兩種空間 對 其實講到這個 我會想到說共有這一塊 其實加在將來是非常重要 像我現在陸續已經接到 比如說四個好姐妹 就是那種office lady 他們因為都四五十歲沒有結婚 他們就開始決定說 老了以後 我們現在他們已經開始找了 就找一個公寓 那他可能住二到五樓 或者是六到十樓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希望可以規劃成一個 可以相處在一起的公共空間 那老的時候最怕的就是孤單 然後疾病跟貧窮 所以當你今天有共有的一個空間的時候 你經濟上可以互相支援 所以其實這個通用住宅它的定義很廣泛 那如果說可以像戴玲剛剛講的一次到位 我們做一次裝潢的時候 就把它你門框一次做好 你以後也不用再花第二次的錢 或是再經歷第二次 對啊 第二次裝修的困難 所以其實在戴玲書中也有實力的分享 有一些實際的例子 它真的是做得非常的 不只是做到通用住宅 甚至在整個居家的氣氛 或者是它的風格上面 也讓人覺得很喜歡 譬如說像喜維居這一個房子 它非常特別的地方在於 我們看過很多那種日式的老宿舍 是比較合氧混合的風格 喜維居它就是這樣子一個 比較曾經請推 但是你們重新有把它再做一個 不一樣的整修和打造 對對它那個還滿讓我感動 就是六兄弟 他們為了要約媽媽的夢 就是媽媽她年輕的時候 她住過那個日式的宿舍 那時候她是有點像是公教人員 那後來因為年紀大了 他們本來就是住在後天那種連動的 那發現說她自己比較難上二樓 走樓梯的時候很痛 所以呢 他們就決定要幫她媽媽 找到一個日式的宿舍 讓她一來可以比較無障礙 那二來又可以重溫以前的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你現在找到日式宿舍 然後又擁有它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他們後來是租的 就是跟當地政府用租的方式 然後簽約的年限大概五六年而已 對 所以其實這個基本上是一個 我覺得他們還滿勇敢的 就是後來他們六兄弟 大概花了五六百萬 去把它整個做翻修 因為日式宿舍它是木造的 所以它有很多白蟻牙鑄蟲的問題 所以他們要用比較 最經濟的方式去整修它 然後又把那個動線把它處理好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 就是本來我看那個阿嬤 因為改造的人是雲林科技大學的聂老師 然後那個聂老師說阿嬤一開始 元氣感覺比較弱一點 可是後來她住進去之後 就看到她跟她打招呼 然後她就說就感覺她的笑口藏開 然後就是很開心這樣 而且其實他們在整個 因為像這樣子的 大部分如果是日式的房子的話 好像用減去法的施工 會比較能夠維持房子的結構 然後又比較不會太過複雜 比較簡單一些 如果是用租的話 當然是盡量能夠減 減就減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不小心真的 自宅的話 有一個日式住宅的話 我會建議用 複合式的結構加強法 就是說 其實木柱它如果真的 秀捨得很嚴重 你可以把它換成鋼垢 對 就局部換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一來就是 因為現在原木的那個 費用真的滿貴的 然後也會破壞森林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把它部分換成鋼垢的補牆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而且洗維居它很好的一個地方就是 除了當然無障礙空間 讓媽媽住進來的時候 可以很順暢 然後維持它比較以前的那種 那種記憶還有夢想 然後把整個日式的房子打造出來 另外就是它庭園景觀 也有把它納入到整個住宿的 住宅的空間當中 等於說你在家裡 你就可以看到外面就是一個景 你可以把景納入到室內去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對混齡住宅 混齡的居家來說也很重要 很重要 對 而且我很喜歡他們的原側 你知道這原側是什麼嗎 什麼 對 就是那個 你還記得卡通那個小丸子 或者是 對 小丸子有時候 他不是跟他阿公在外面那個 一個墊高的那個走廊 聊天 對 聊天 它那是一個開放式的一個前廊 或廊道 那在日子比較圓側 那高度剛好是輪椅 就老人家他 其實他可以選擇坐在輪椅上 或是移到那個圓側上 那整個高度是非常親切的 那我們年輕人也可以陪著他 在那邊就是盤坐啊 或是看書都可以 不只是小丸子啦 那個阿 抖抖弄裡面也是 對不對 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踢著腳抱著蘿蔔 在那邊聊天這樣 然後除了像洗圍區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住幸福的案例 我覺得也很特別 因為他們也是老宅改造 然後他甚至在整個改建的過程當中 是用竹編去做牆面 其實我覺得這很難耶 其實不會啦 不會嗎 因為竹編灰泥牆 在我們古早 應該是阿祖那個年代吧 可是那是舊工法啊 可是其實他 如果你今天有去參與 就是現在很多那種 參與的那個做工造物 打工換書那種的 他就是你只要編一編 你大概編個半天吧 你就可以開始Follow他那整個 他是其實非常一個規格化的 一旦你會編了之後 你就可以參加 就是他那個整個編 裡面是一個竹牆 然後外面再用土這樣 這樣加起來這樣 可是這個 大家的疑慮是說 它夠穩固嗎 對 所以其實它有搭配現在的材料 它最外面 以前是用那個石灰受編 對不對 它現在改用那個白水泥 然後它裡面的一些架構 跟它的基礎 它是用鋼構跟鋼筋混凝土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來有一個好處是 我們可以外觀做起來 很有骨味很有質感 而且包括那個牆 是用自然材質 但是我們也可以在結構上 擁有安全性 然後它也可以延續它的永續性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兩個案子 它都是算滿通用住宅的概念 又融合入了一些尊重長輩 尊重老人家 或者是幫助老人家去完成 他們自己想像中的那個家 或是那個房子的內涵在裡面 因為今天我們講說 很多的這個通用住宅 其實當然就是為了你未來 慢慢 當然我們講說是混零 全年齡都適用 可是其實你也是 比較可能有一些不便利的時刻 一定是你受傷了 或者是說你慢慢年買了之後 你才會需要用到這樣子的住宅 所以我覺得說 當那個氣氛 你也把它做得 是比較復古的時候 事實上 你也會覺得心情很愉快 不只是無障礙空間的 帶給你的便利性而已 對 而且我還滿強調說 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要規劃跟親朋好友 一起老 老後的那個空間 像我在書中有找到一個例子 就是說九兄妹 老大就是哥哥 下面八個妹妹 然後呢 他們有一個貢老食堂 那那個貢老食堂是 就是他們剛好都住在附近 那其中四個姊妹 是住在同一棟公寓 等於說二到五樓 都是姊妹住的這樣子 然後其他的兄妹 就是住在附近 有自己的家 那他們在公寓的一樓 設計了貢老食堂 這貢老食堂 每天大概六點到七點左右 是你就是全家族的人 可以來這邊用餐 打飯 對 來這邊打飯 對 那我去跟他們吃過兩次 然後我覺得好羨慕 因為通常就是姊夫 小孩子們先來吃人 然後就是鳥獸山對不對 但是姊妹們 就是那八姊妹 他們就有很多話題 每天就是有很多話題可以聊 他們有時候就聊到八九點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們這樣的制度實施了多久 他說大概有五年多 然後他說親姊妹還是要明算帳 為什麼呢 你看他只是看到很美好的部分 其實誰去買菜 誰負責煮菜 誰負責善後 就是收完 洗完 然後誰負責清掃環境 他們有僱用一個附近的一個鄰居太太 當他們幫他們煮菜 那通常都是二姐早上去買婚的菜 然後大姐去買素的菜 然後他們還要記得說 我昨天買過這一系列的菜 我明天不能重複喔這樣子 然後多少人來吃 他會登記喔 比如說今天這個小朋友 他是今天晚上跟隔天都要帶便當 所以他等於兩個人吃 那他們會一sell檔 每個月多少人吃要用餐先見檔 那那些所有的費用 菜錢啊 然後僱用的那個洗碗的那個太太的錢 大家一起均分 這樣才能夠確保說 如果一開始就是 我先客氣 我先這個又請大家 下一個又換你請大家 那其實倒酒 那是沒辦法長遠 沒有辦法持久的 這是一個企業化多角經營外加人民公社的概念 但是很溫馨對不對 對就是很溫馨 好 所以像這樣子的混鈴或是通用 我覺得它不只是居家空間的便利 有時候也是情感上面的互相交流 那當然除了現在所謂的通用住宅 它是一個新興的居家概念之外 綠住宅也是 什麼樣的角度可以成為綠住宅呢 而且綠住宅它真的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 待會兒來跟你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住一輩子的家 其實居家空間也要融入很多 你對未來的想像 像現在我相信環保意識抬頭 綠住宅它在以前我們是沒有想到說 居家我也要融入什麼節能的概念 可是現在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會希望說 我居家是可以節省能源 然後甚至可以通風 它也是一種綠住宅的概念對不對 對… 其實只要能夠降低你電氣的負荷 都可以算是一種綠色的設計概念 如果你居家通風你很在意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做處理呢 這個是我最近遇到一個無況 因為它前面是一個有年紀的牌樓 不能去動它 然後很不巧的是屋主一直抱怨說 它後面有一個火鍋墊 這個火鍋墊一直會有一個味道 火鍋味 因為那個火鍋味一開始聞 你可能覺得香 可是一天二四小時 然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這樣聞 你會很痛苦 然後它剛好這個風 就一直從火鍋這個地方一直吹過來 強制吹 所以這邊不能開窗 如果你很需要新鮮空氣的話 你一旦這邊開窗 你就會被火鍋味的味道給淹沒了 所以後來我們幫它 把這邊都做了一個採光的窗戶 因為它這邊是面被 那它的味道不會進來 但是因為風一直這樣吹 對 所以這邊的都是百葉 這裡是百葉窗 所以當風這樣吹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負壓 裡面室內的空氣會被它吸出去 反而是從後面把它帶出去就對了 對 然後它這樣從上面 從二樓 三樓 頂樓這樣吸出去之後 它的新鮮空氣會從一樓被吸進來 對樓 對 它就會一個 用同一個方向的對樓方式 因為通常大家以為說 對樓一定非得從後面到前面 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是我們 這樣子產生讓它產生負壓的時候 它的新鮮空氣就從前面吸進來 然後這邊的路是很寬敞的 就會有新鮮空氣進來 是不是要聽設計師的話 因為我們的概念就是這邊進這邊出 你怎麼會想到對樓是這樣進 這樣還可以出 它是帶出去的概念 當然其實我覺得喔 不管是建築或是設計 它有很多的Mega 然後也有很多的細節在裡頭 透過帶領的新書 當然有很多的案例分享 你可以看看你到底想要什麼樣子的家 然後你也可以想一想 究竟你一輩子的家 未來你會有什麼樣的需求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是在做DIY的時候 或者是在跟設計師溝通的時刻 都把這些需求好好的列出來 這樣你的居家空間 就不會有太大的錯誤產生 然後也不會未來一直有後悔 要去整修或是重做的狀況 一次到位 真的一次到位很重要 就跟我們買東西是一樣的道理 今天非常謝謝戴玲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很多重要的資訊都在書裡面 大家一定要好好仔細看過 再動手改造你的家 今天也非常謝謝戴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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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